歡迎收看我不科拿鐵頻道 今天是莫生存的第140集 這集就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什麼使用表情動作吧 今天就來介紹一下這個功能怎麼使用 有可能你今天還沒有使用過這個功能 因為他可能在 不記得是在1.5.8還是1.5.9的時候就有了 只是說他的實用性其實 也沒有到很高 就是你可能現在也沒有辦法跟 活人們去對話 所以你也只能跟AI跟殭屍們打招呼 然後簡單來講怎麼使用呢 先點有人物角色 按住他以後 就會有出現三個按鍵 然後最左邊這個的話是投降姿勢 通常這個姿勢 只要你今天不按取消的話 或不做任何動作 他是會一直存在著的 然後這個姿勢目前我測試 對AI好像有點反應 就是對機車聚會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是思潮事件那一個 好像稍微有點用 如果你今天手舉起來 或許他就不會攻擊你了 也有可能是因為今天思潮事件 只要你不攻擊他 他也不會攻擊你 好簡單來講呢 這就是這個投降動作 對就是表示說 我沒有惡意 Don't shoot me 對不要看他打我 第二個是打招呼 Hello 就是這個動作 你只要按住角色 又往上滑就會有了 然後再來就是按住角色 往右邊滑 你就會出現 BBBB 對為什麼講BBB 是因為髒話是 髒話的話都會被消音掉 所以呢 這就是比出不友善的姿勢 譬如說黑心三人 換一些不好的東西給你 你就可以比這個 對 因為黑心三人有時候 他會換一些比較 垂直類的東西 當然有一些玩家會拿到散彈槍 那我個人呢 是很少拿到 類似散彈槍的東西的 我就會擺這個 如果他今天拿了 給我換到散彈槍的話呢 我就會這樣子 謝謝你掰掰這樣子 好 再來剛剛那是基本的打造物方式 我們現在是進階的 進階的部分 有可能未來會不會被改掉我不確定 不過進階的就教大家一下吧 首先你先按住人物角色 選擇你要的動作 應該是說一定要選擇這個 然後再按方向鍵 就可以產生出新的東西了 好 大概是這樣 欸等一下還沒出來 好 就會出現這個姿勢了 這姿勢的話呢 就會讓你在空中 稍微浮起來的飄移 然後你也可以變慢 就是如果用蹲下的話 這樣你可以接近殭屍 等一下我會有實際測試給大家看 好這就是漂浮的方式 這個方式怎麼使用呢 我們再試一次 按住角色以後呢 再拖曳 就可以了 拖曳你的搖桿 就可以飛行了 然後這飛行的速度呢 大概是跟你的跑速是差不多快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速度 你可以飛慢一點 對 就跟平常慢慢走一樣 然後你可以飛快一點 對 就跟跑速一樣 大概是這種感覺 這樣速度算還蠻 蠻有FU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走雪池好像也可以 等一下我去私下走雪的時候比較快一點 好了 今天會用剪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方式可以飛哪些地方 好 再來是其他姿勢 其他姿勢也可以飛 只是它飛的距離比較短一點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在姿勢結束後它就會停下來了 所以呢 它不能夠飛很久 對 大概飛一下下而已 就停下來了 再來是生氣姿勢也可以 呵呵 真的在空中飛一下 好 現在呢 我們等一下就會有其他畫面了 我們來看看其他地方的飛行吧 好 我們現在到的是初級的森林 我們來測試一下剛剛那招吧 好 現在呢 我已經開始飛行了 然後現在有一隻殭屍 我現在讓你右下角蹲下以後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殭屍不會發現你 對 你可以慢慢靠近它 你可以甚至可以跟它 稍微touch一下 因為我現在有按蹲下 的關係啊 所以說呢 它其實是潛行的 所以如果你要偷襲這樣才是可以的 好 我們現在可以跑 好快一點啦 加速 把它寢職取消會可以 加速會跑比較快一點 就跟一般的跑速是一樣的 好 照片有一隻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 空拳殺 空拳殺 跑 對 差不多是跟你的跑速一樣快 其實它這招的話呢 主要就是一個有趣的動作 它沒有其他太重要的功能 可是雪池應該可以加速 好 我們下一關去雪池吧 GO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地堡一樓了 現在用漂浮的方式用潛行 現在已經是潛行了 雖然畫面看起來有點詭異 不過我真的是在潛行 而且這隻僵屍沒有發現我 我真的是在潛行 而且我已經準備好一張牙巴要敲下去囉 哎呀 好 一次解決 然後我先把這邊門打開 然後我試一下潛行都不能開門 好 試試看 喔 可以開門 很好 好 現在我是潛行的狀態 還是得跟大家講一下 嗚 他來了 好快喔 菲菲 菲菲 請到辦公室來 好 一樣可以用飛行的部分 引他過來以後呢 你就可以站這位置 哎唷 被巴頭 就可以開始打他了 三倍輸出 這樣也沒有三倍輸出 好這位置呢 還是可以使用 卡 辦公桌的部分 打殭屍 好 這邊還有幾隻 我們一起把他引過來吧 雙手舉高 開門 噢 浪跑好快喔 還好我飛得很快 我飛得比較蠻快 這方式打地堡蠻變態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蠻變態的 都到了嗎 受死 哇 隻狼要不然揮速很快 好很好 三隻解決掉 我該不會要錄一集就是 用這模式 過地堡吧 好像蠻變態的 好 偷襲他 現在我是在飛到他旁邊 偷襲他 應該沒有站那麼高的偷襲法吧 這是目前 人類史上 站最 站的最高 最顯眼的偷襲法 而且這遊戲真的很多 好像很有趣的Bug 欸 我現在在蹲下 我自己都有時候分不出來 我現在在蹲下 來囉 來偷襲囉 你在看Monitor嗎 上班偷看Monitor 好 我們再到樓下去吧 現在就來試雪池了 好 我們今天要使用漂浮速來挑戰一下雪池了 到底能不能夠很快速走過去呢 我自己也不確定 試試看吧 不行 好像不行欸 還是一樣慢 對不行 好吧 我之前跟大家說雪池也可以 雪池不能飛過去欸 行欸 對 掉雪池了會變慢欸 可是其實我已經在空中了啊 好吧 失敗 挑戰失敗 所以雪池是不行的喔 各位 就不要在雪池做件事了 可是呢 等一下會 哇 這樣我會死掉啊 好像有點危險欸 掉了 我現在應該要用潛行 好 真的是潛行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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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他們是發現了 哈哈 喔我死定了 哎呦 有一次要追上我了喔 很像實裝秀 好像一個實裝秀一樣 哇 它扒到我了 它扒了我一下 我就變快了 這我剛剛是...我剛剛要潛行嗎? 可惡 這也是有槍的好不好 他們好慢喔 我還一開始可以飛 我都投降你們還要追過來 你就不放過我嗎? 你就不放過我嗎? 我都已經投降了 我都雙頭舉高投降還不放過我 喔呦...死路死路 這樣真的還蠻好玩的 動作很奇怪 動作應該沒有這種遊戲方式可以這樣玩吧 鬧圈圈 好來囉開槍喔 開槍變正常 好再試一下 1秒變身 好挑戰失敗 今天主要是試一下雪池龍更用飛行的 雪池話不行 因為他還是會讀測 讀到就是你用跑速的部分會變慢 所以沒有辦法在這邊 他的速度會跟這裡一樣用走的速度一樣 所以就沒有辦法飛行 再試一次 對不行 好雪池的部分呢 各位就不用試了 我已經幫大家試完了 因為有很多玩家問我說 可不可以用飛的 好總之這一集呢 主要教大家怎麼用姿勢 就是打招或動作 就是這三個 後來應該會再開放吧 你們看應該有可能在開放另外三個 就是 上半圈跟下半圈 所以 Forge還可以選擇說 更換其他的動作 未來 現在目前這時候開放了三樣 那今天這集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